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金龍大腸拉麵線 這是這間店這邊的樣子 這家店在這邊是很有名的店家 老闆你好 我要大腸麵線加一份大腸 這邊吃謝謝 大概裡面坐一下 喔好 菜單就在牆壁上 謝謝 老闆又解釋 因為這個台風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加香菜 然後就醋跟辣椒就自己加 香噴噴香噴噴的大腸 好吃 好 跟辣椒夠勁啊 這個辣椒好吃 必加 好 讚 好大腸 就是 油脂味道很香 很用心的店家 然後這個麵線的湯頭也不錯 就是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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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湯頭就很清甜啊 它湯頭就很清甜啊 好 好那我是綜合麵線再加一份大腸 超級讚 好 淡淡的柴魚湯頭 相當點牙 好 那我覺得分數是滿分 這樣店家又很認真 真的很美味 就得夠開品嘗 好那再加一份甜不辣 上次也沒吃過 然後還有加這個蒜水 好 是早上就可以吃到 很好吃的麵線 跟甜不辣的店家 白蘿蔔裡燉足的很入味 好 接著老闆之前跟我講說 因為他的父親是中破災 所以 有把這個廚房的好手藝流傳下來 所以餐點口味每一樣都很精緻 好吃啊 好 我在猜這個蘸醬當中 應該秘密是有這個味噌 喔 好 味噌或者是黃豆醬 跟甜不辣很大 當然還有其他的配方 好 那這個冰漿市場的美味 就是等購排品嘗 都是滿分讚 好 真的這樣能意猶未盡啊 好 那老闆講過了 這個 父親是這個 板豆 中破災 我記得這件事 對 現在 已經 退休了啦 現在 換 第二代 做 小吃 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一起加油 好 謝謝 樣樣 好吃美味 就等各位平常品嘗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拜拜 拜拜 好 當當當第二家就來到這個省記麵線 好久沒來了 對 對 好 那我要那個 花枝麵線 呃 大的好了 好 只要花枝麵線 對 但是我要一份大腸頭小份的 好 裡面請坐 好 謝謝 欸等等 它那個是一小顆一小顆是不是 這個是花枝 喔 是花枝 好 那那要 好 謝謝 好 你的筷子 欸 我的筷子齁 要上你的 好 麵線加麵線 要辣嗎 中辣好了 好 蒜水可以多一點 謝謝 好 中辣這樣 可以嗎 小辣好了 可以嗎 好 好 這樣 九層喔 沒有香菜喔 好 可以齁 在哪邊 好 這邊好了 好 兩百五耶 九層菜也超級貴 對 香辛料現在都炸 這樣喔 對 還是要弄得這麼好 不知道呢 通通加菜脯好了 菜脯喔 真的 欸 真的是有人在 建議我這一塊 欸 那時候很好吃欸 我是沒有吃過的 曾經有碰過人家麵線 有加菜脯 是有的 比較少了是有 有有有 肉肉加好加滿 一樣小辣 對 好 謝謝 好 那總共是這樣 當然不可能那麼單純 就全部加去 喔 肥滋滋的大腸海 加上這個 香噴噴的花枝 喔 香噴噴的花枝 這花枝 讚喔 沒有錯 都當天早上做 嗯 很好吃 我好像裹一層薄薄的魚漿 但是很讚 大腸跟這個花枝都很美味 然後配上這個蒜碎 哇 真的很爽 好 菜市場CP值超高的店家 好 大腸頭遮出來是溫體的 很有嚼勁 然後鮮甜 好 再配上一點這個花枝的清甜 就非常的棒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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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辣就更衝透出這個面線 兩間的層次感 兩家都非常的讚 好像咬不完的料一樣 讚 真的很棒 可以撐什麼樣嗎 好 三匙咧 要嗎 好 六十五給你 好 來 謝謝 謝謝 小肚嗎 小肚 這樣多一點小 OK 這個大糖手吃起來真的是很過癮 爽爽爽爽爽爽 好 來這邊放心的吃下去也不會多痛 都是同板架 讚 而且大姐很親切 但是路邊攤稍微熱一點 好像還有整塊的 這樣啊 過癮 好 那非常樂觀老闆娘這樣讚 好 好吃美味的麵線 就等個朋友來品嘗 讚 謝謝 好那Menu就在這個 攤車上 這樣 那個老闆娘講說 如果說這物價下降的時候 他就降價這樣 沒有啦 哈哈哈哈 我沒有這麼說 說笑虧啊 說希望那個物價降啊 就跟著降 開玩笑的 好 老闆娘加油 拜拜 好那再來就逛一下菜市場 好這家魚丸跟魷魚羹有貴一點 但是他們的東西還蠻好吃的 好這個是脆皮烤鴨 價錢蠻便宜的 半隻230 在這野不正常 無欄的 好 好 不是 這個驚人好 那些招呼 來個花 這個 拿到一角 畫在這兒 他怎麼看得到 上sto 再散去 爬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現在菜貴,這我聽到了喔 菜並不便宜 紅心把蠟 好,菜就回頭 十四季 五里綠竹水 本地黑毛豬 烟宅虎师牧鱼足梭 烟宅虎师牧鱼很漂亮 这边鱼回滋滋啊 烟宅虎师牧鱼 烟宅虎师牧鱼 烟宅肉 烟宅虎师牧鱼 烟宅虎师牧鱼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這裡了 地瓜葉一斤七十五 現在這個青菜類真的都比較貴一些 沒有想到這個颱風影響還蠻大的 漂亮的魚耶 這透抽很美 新鮮的是木杜 花穴三點蟹也一樣 這間小菜類的一斤 花穴四分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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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鱼桃 好大 应该是蛤蟆吧 超大颗 这个值得看一下 真心水产 漂亮的撒西米 漂亮的鱼货 哇哦 这鱼真的很漂亮 好那新鲜的鱼货就可以来这家参考看看哦 它也有贴宜的鱼类 好这叫做这个吉利海产批发零售 幸好没有被当成怪叔叔啊 哇 这家也很赞啊 哇 这家也很赞啊 三十八辆 好这家这个活的海产类也很多哦 都是活的哦 生龙蒙古啊 那这家就是我上次买回去结果全部都 变成没有在动的花蟹的店家 变成没有在动的花蟹的店家 没有在动的花蟹的店家 那总之这个活的海鲜有好几家 各位朋友可以上看看哦 这家也是有活的花蟹 我会转到这里是因为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海鮮類值得拍 從這裡開始 海鮮都相當多樣 相當有看頭 這是碼頭魚 我蠻喜歡吃一種魚類 這個小卷看起來很新鮮 走 這個小卷看起來就不一樣 感覺它很漂亮 真漂亮 看這邊兩個顏色不一樣 頭光是小卷 所以在菜場你可以學到不少這個 關於新鮮的知識 各式各樣的知識 哪一個啊 哪一個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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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以啊 小隻 有 有 你精彩260而已啊 你好 你精彩260 我要牽著碼頭這樣如果有一人一隻 沒有藥水會 老是好吃 但是你自己小吃 我這人都姓 這人叫做葉老闆漁戶 東西也都蠻新鮮的 ok 好那就盡量全部都拍到了這一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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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黃上光 香港黃尚紅 值得拍一下 四家 好 那就是這個菜市場美食兩家再加上這個菜市場的全攤販的介紹 幾乎是全攤販 好 那就希望各位朋友喜歡這個平時的週景 外國朋友一定是喜歡的 剛剛這邊被人群包圍沒拍到 這邊的肌肉都很漂亮 OK 蒜頭蒜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